就是第三题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部分 其实就做超连结 第三题比较好理解 就是说 点了其中一个之后 集对应到对应的同影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如果今天点了我们这一张 那就连结到哪一张? 其实就连结到应该是这一张 有没有?就这一张 并且在他这边做一个回去到第三章的小说图 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做超连结 怎么做超连结? 很简单,这边有超连结 点击它就可以 这份文件中的位置选哪一个? 四眼天机 有没有?OK,按确定 这一个的话就再超连结 连结到哪一个? 下一个,直上小巧就这一个,按确定 其他都一样 所以我就做两个意思一下 再来的话,他要做什么? 再来的话,题目要我们做 插入一个按钮,动作按钮 然后可以回到通信片3就可以了 做好之后复制到底下去,就完成了 这怎么做?首先的话 他说要我们把这个变更为什么? 变更为那个图案 所以选这个之后的话 再点选插入图案这个 插入图案里面,选动作按钮这个 他要哪一个?上一项 上一项 你选完之后的话 在这上面拖拉出一个形状出来 要选这一个 再来的话,让他可以跳到哪一张投影片? 这里的话,你就选什么? 选第几张投影片? 这个应该可以的 投影片这里,然后你可以去选第三张投影片 让他可以跳回到这一张就可以了 再来按确定之后的话 不过这边去 这个里面,你会发现他在这一张的上面 所以你要知道他刚好1.2,1.2 所以其实你如果要跟他一样的话 你就把这个改成1.2,1.2就可以了 OK,这边的话1.2 其他这边也是1.2 把它叠在那个的上面就可以了 OK 不要让他看到底下的东西 你可以用按上下线 往右一点点,把它整个盖住 接下来的话,把它复制 Ctrl-C 然后贴到其他的 Ctrl-V贴上就可以 它贴上就贴到一样的位置 而且一样是跳到其他的 也是一样跳到第三张投影片 我大概做个两三张就可以了 来试一下,从一边播放 点它的时候可以跳回去 你好像位置好像还在影响 OK,点这个跳回去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OK,所以请各位试着把这部分完成 画面还给各位 这一题做完之后的话 请各位在把电话题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小明天 OK 最后这个地方 大会同学有找到 我刚刚这个改一下 改成这个 刚滑鼠一过 跳到投影片三 这部分改一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第二类的第二零二期 里面 好